生命是什么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追寻的问题 随着设计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 现在每个人的基因组都可以被深度测序 人类正站在前所未有的科技高度上理解生命过程 探索由生殖到癌症等贯穿生死的重大医学问题 我们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有同样的基因组 但是不同的细胞负责不同的功能 导致这些功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就是基因表达方式的不同 人类基因组的某个基因不是被一把钥匙开启的 而是被一串钥匙共同开启 但是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钥匙是什么 现在在ICG利用我们最新的技术 我们可以找到每一个基因那一串钥匙 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锁生命的密码 ICG这个平台的建立呢 其实是给我们基础研究工作者 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nomics 其实是抓住了Advanced Innovation和 Genomics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创新呢 是通过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基因学的不断的 深入地能够在碱基的水平分子的水平 去做基因的研究诊断和探索 然后去找临床诊断预防新的方法 跟其他很多的生命科学的科研机构不同 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技术开发的科研机构 测序技术是过去的十几年来 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生命科学的认识 也大大促进了医学等等应用的发展 我也是从其他学科进入到测序的领域的 我是一个学化学的 只会把它精确地测量出来 不带错误 这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 如果说测序是读遗传信息的这样一个动作 基因编辑是写 那么写的难度是远高于读的难度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所谓革命性技术 那我们自己实验室做基因编辑 其实我们关注的方向 一个是底层技术的一些开发 所以我们在技术方面已经显示出 在治疗一些特殊的单基因遗传病上面的 一个巨大的潜力 我实验室主要是发展 单细胞功能基因主学 高同量测序技术体系 我们跟北医山医院的临床医生紧密合作 发现了人类生殖细细胞发育的 一系列重要的生物学特点 这在将来有可能有助于诊断和治疗 不孕不育相关的疾病 改善中国人的生殖健康 癌症是目前影响国民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目前对癌症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 像ICG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 我们有医国有责任 对癌症有深入的研究 利用单细胞和生物信息技术 更好地刻画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的关系 从而探索帮助免疫细胞有效识别 并杀死肿瘤细胞的方法 从内而外地攻克癌症 生命科学进入了数据科学的时代 我们怎么有效地存储管理 检索分析挖掘这样的大数据 并且从中找到新的生物学的现象规律与法则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生物信息学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在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同时也有一大批的年轻人 我可以跟他们有很多知识上的碰撞 能够在交流中产生知识上的一些火花 我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一些新的灵感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们不仅仅关心怎么发表科学论文 我们还关心怎么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临床上去 同时怎么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产业上面去 我们能不能做更好的事迹 更好的仪器 更好的设备 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服务 为我们的生命健康服务 Milkback Baby其实是一个特殊的试管婴儿技术 能够使这些有遗传病的家庭 没有异常的孩子出生了 那Milkback技术最关键的 就是把这个准确性提高到了最好的一个精度 使得我们把过去不能诊断的能诊断了 把过去不敢诊断的能够诊断了 所以现在不仅在北一三院的生殖中心应用 而且在全国特别是在世界上 其他的生殖中心应用 已经有数百名的健康孩子出生 最近有位分子生物学的前辈来到中国 问起我 ICG在做什么 我跟他说 我们想利用ICG最新的技术 找到开启基因的钥匙串 听完之后他跟我说 我一直在讲生物学的过去 而你在谈生物学的未来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一种鼓励 但我还是非常高兴 我们在ICG的探索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ICG是一个激动人性的地方 是一个优秀的创新平台 我们是要去做真正引领的 高风险的 但是世界级的工作 我希望ICG继续保持在癌症研究的前沿 能永远做中国最特殊的 最有前途的生命科学的研究机构 在基因水平去解决生命起源 健康的更多的问题 共同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 让我们的科学变得有温度 我希望十年以后回首ICG 我们在基础研究上 做出世界领先的工作 也希望在关乎生死的健康问题上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感谢观看